每日一百字 歇心、读心、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鸟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鸟董楞言一千日第四百六十二日 主题明世界颠倒 六乱妄想成业性 招感十二类生轮回业果 经文段落 事故世界因动有声 因声有色 因色有香 因香有处 因处有味 因未知法 六乱妄想成业性故 十二区分由此轮转 事故世间生香未处 穷十二变为一玄覆 趁此轮转颠倒相故 事有世界软生胎生 失生化生 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 若非有色 若非无色 若非有想 若非无想 经文消文 因动有声 在众生的友情世界中 因为一念无名妄动 动辄有声 因此动念音声 带动习气 熏习 社相处未法 六乱妄想 众生一指六根 去攀缘六城 就创造了六事 因为跟城市的交互作用 隐身了六种差别的颠倒妄想 以上第四组 萧文致此 恭请剑辉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论言 一千日 第四百六十二日 我们要来谈 世界颠倒 那这个世界颠倒 是这一段 是佛陀在为阿难解释 如果你的修行 是不清楚 根本上的原因 很容易就跑到 这个颠倒的状态 那这颠倒 就是你本来应该是 走上成佛之路 结果你不去走这条 结果跑去做什么 就去攀缘 去颠倒了 那怎么颠倒的 他今天就特别把这个过程 就讲了一个结果 就有十二类 那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的行文 云和名为世界颠倒 是有所有 分段 旺生 因此 借力 非因所应 无助 所住 迁留不住 因此事成 有事 有戒 那因此呢 开始啊 在这个世界当中啊 三事 四方 就是戒跟事 和和相设 互相就有一些 这个交互的作用 或者是在这个纠缠 那加上了众生的现象 就形成十二类 这个胎生 卵生 失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等等 这十二类的众生 所以前面讲的世界颠倒 其实他就最终要讲 众生颠倒 那这众生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众生 就可以分成十二类 所以我们要谈 这个怎么开始衍生的 那这以下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 事故世界 因动有生 因生有色 因色有香 因香 有醋 因醋 有味 因味之法 这里呢 有了什么 生 色 香 味 醋 法 那 这边呢 就看到好像有一个连贯的 连带效应 其实这边呢 看起来好像 色身 香味 醋 法 是互相 延伸出来的 不是 他这里讲的是 这个尘啊 包括色身 香味 醋法 他这之间呢 是全部都是因为动 这个世界 有一个动态 这个动态呢 就导致了后面 有一种连带效应 所以最重要的是 这个动 这个字 那因为动呢 就产生了这个波动也好 晃动也好 就会有这个波 那有了这个波呢 我们说这个波啊 就是生 生成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原音法师 对于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这个整个呢 在动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变 熏变之相 由无名望力之故 而有世界望生 就是因为啊 无名望动 所以呢 就产生了现在这个世界的现象 那如果要从源头 推远其故 就是最源头的原因 就是无名风动 无名风动啊 就是一念不觉 然后就开始呢 有了这个动 动了 哎 则有生 动则有生啊 所以叫做因动有生 好 那接下来呢 有了这个动呢 就有发生什么 所以这里还是回到这个动啊 动了之后呢 就产生了色 有什么黄花 就是一个假象 假象呢 哎 在这个心啊 没有假象当中 你感觉啊 哎 有一个声音 然后你的心呢 就会由这个动态啊 而产生了一个象 所以叫做因生有色 就好像我们呢 哎 在这个黑暗当中 如果你听到 一点点的声音 哎 你就会从这个动啊 从这个声音当中 你会形成一个象 那这个象就是色 其实这是一个假象 但是我们会加上这个样子啊 或者是颜色啊 或者是呢 它的一个形状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色象出现 有这个色成呢 因此色尽 就反熏 这里特别强调 所谓的香呢 其实就是熏啊 就回头去加强这个旺心 所以就会有了香 这里的香呢 指的是一个熏 熏陶 那这个有了香了之后呢 哎 这个香啊 会熏陶 所以呢 熏了之后呢 因香有醋 就让这个境界啊 出现 心就会去接触这个境 以心处境 心境相对的意思了 所以呢 有了这个香就有醋 那有了醋之后呢 心境相处 你会产生了贪灼 所以呢 叫做胃 因醋有胃 这里的胃呢 其实指的是爱醋之意啦 以这个胃酌 来讲这个胃臣 那因此呢 免爱胃酌 揽为法臣 所以呢 就会有因畏之法 哎 我就要把这个记起来呀 哦 这个是我喜欢的境 所以呢 哎 他就会变成我的记忆 变成我的喜欢的记忆 那如果呢 有一种痛苦啊 那你也会把它记起来啊 然后放在自己的心中 形成这个法臣啊 那不管是什么呢 这个色身香味处法的源头啊 都是这个无名啊 无名风洞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去认识这件事情啊 哎 那你就要啊 去看清楚说 哎 我们现在叫做因畏之法 那有了这个连带的效应之后呢 六乱妄想成业性故 十二区分由此轮转 那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六种啊 就叫做乱了 就乱想一通 彼此之间好像 好像他 他影响到他 他影响到他 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你很乱 所以一下子是看到 一下子是听到 一下子是有味道 在一团混乱当中 其实你也分不清楚 到底谁是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动了 你这心一乱就完蛋了 就跑出来十二类生 那我们为了要把它分类分清楚 然后才能够把众生呢 做一些比较好的认识 观察 其实呢 不管你是哪一类的众生 都是业 都是一个成业性故 就是由因 由这个业而呈现出他的样子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长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业不一样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业 叫做人的业 人的业当中呢 有的人高 有的人矮 有的人胖 有的人瘦 有的人聪明 有的人愚笨 有的人眼睛大 有的人鼻子矮 所以呢 就有这个不一样的相貌 身体 乃至于个性 这些各式各样的状态呢 都是业 业不一样 那业当中呢 就有共业 有别业 那这个共业 别业 你要整个类分的话呢 就可以分成十二大类 十二大类 由此轮转 反正有业就是会轮回 不管你是多么高明 或者是多么优秀的业 就是都是会轮转的 这是严重的问题 因为有的人 他在当人 他觉得有一种优越感 种族优越 或者相貌优越 或者是财富优越 聪明优越 结果呢 其实都会轮回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优越的 都在轮回当中 所以啊 佛陀说啊 世故啊 世间的身相畏处 穷十二变 唯一悬负 成此轮转 颠倒相故 是有世界的 卵身 胎身 失身 化身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若非有色 非无色 若非有想 非无想 这十二类呢 主要就在这边 整个把所有的众生 通通 做十二个区分 十二个类别 这所有的众生当中呢 是互相 有牵扯的 唯一悬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只是呢 这十二变当中啊 全部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变 乃至于因为这个前面的源头 乘此轮转 颠倒相故 刚才讲到的颠倒 就是那个动 有了那个动之后啊 你的一念妄动 就开始分成 色身香味触法 然后呢 再来从眼耳鼻舌生意去对应 对应之后呢 就产生呢 这个彼此之间啊 不管是这十二类当中 就有这十二种动向啊 不管是预颠倒啦 或者是动颠倒啊 什么颠倒 反正就有十二种动向 好 我们接下来会一一的来谈 好 那这十二种动向当中呢 又对应十二种啊 类别 好 那这十二类里面 比如说软身啊 他也有这些轮回的动向 这轮回的动向当中呢 每一个啊 譬如说我有欲望啊 软身有欲望 胎身有欲望 四身有欲望 化身有欲望 全部都有啊 那只是我们不知道 哎 这个为什么呢 啊 这个十二类啊 是这样分啊 那接下来呢 啊 就会告诉大家 你为什么会变成了 你软身的动物啊 为什么你会变成胎身啊 你是怎么轮转颠倒的 在这个颠倒当中呢 产生了怎样的悬负 啊 就是一下子啊 啊 高一下子低啊 然后呢 在这个一夜当中呢 就是纠缠在一起 那形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态 啊 那这个生态啊 就是众生相啊 有各式各样的众生相 但是呢 全部的源头 就是因为颠倒所致啊 那明白了这件事情啊 那你就可以从颠倒的源头 去把它给去除啊 如果不明白呢 就会往软身 胎身 失身 化身 这个十二类 继续再悬负下去啊 悬负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 又重复啊 所以每一次轮回就是又来了 那你越轮回你就越熟悉 越熟悉就越爱轮回 越爱轮回呢 就越在这个轮回的系统里面 没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啊 只要了解 这个不管怎么变 就是穷十二变 你把它研究透彻了 你是动物学家也好 你是哲学家也好 你是什么科学家 全部都在这个十二类身里面 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呢 还是在这十二类里面 跳脱不出来 全部都是颠倒 只是有的人感觉自己 没有那么颠倒 其实也差不多 半斤八两 好 那最重要的 要觉察这件事 那后面呢 我们了解完这个十二类众身之后啊 你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 大家都在错误的一念当中 导致现在不可收拾的后果啊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 要来分享或者是提问 阿弥陀佛 我弟子是龙胜 那我们现在这段静温在讲那个世界颠倒 众生相导 众生颠倒 跟之前我们讲的别妄见跟同分妄见 那这个是不是讲的内容是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是更细的来讲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轮回 那第二个问题是 众生会颠倒 那可是佛伯萨他们不会颠倒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众生的第八一是受到污染不清净 所以我们会不停的在看颠倒 不停的在轮回 请慈悟慈悲开示 好 谢谢龙胜的提问 第一个呢 我们有人发现 的确是这样 因为现在呢 阿南他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修行啊 然后呢 从凡夫到成佛 这中间会经过什么过程 因为他现在要问那个修正的次第 那这时候呢 那佛陀要讲的时候啊 因为离前面傅能纳问问题已经很远了 所以要再重申一次 再提醒一下 我们一定要知道 现在要走修行这条路 那这条路是的确是大家的唯一方向 因为你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你就是往颠倒的方向走 所以他就旧化重提了 再谈一下 这个世界啊 是怎么会有这些颠倒的呢 那只是前面因为是傅罗那问问题 他问的是世界 他从这个世界当中呢 他好奇说这个世界跟心的关系是什么 那佛陀从世界当中讲的 是要讲众生 因为世界颠倒 夜感颠倒 跟众生颠倒 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前面呢就谈到 性觉必明 妄为明觉 绝非所明 因明利所 所记妄立 生辱妄能的这一段 其实重点还是这一个必明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是无明的开始 那无明开始呢 我们不知道就会一直继续再牵扯下去 但是在这个傅罗那问问题的这一边呢 是先从源头讲了之后呢 点到为止 因为众生就是分成胎生卵生 失生化生 所以在这里呢 特别谈到 就是这个四类的众生 在傅罗那这一段 那现在呢 因为阿南已经要确定 我就是要不要再颠倒 我要修成道正果这条路 那这时候呢 佛陀就要把它讲透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我们会以为 那只是其中一种 胎生卵生 四生化生 只是其中一种 那说不定有例外 所以这边呢 就要把这个十二类 反正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例外 不管你是胎生卵生 四生化生 通通没有例外 都在轮回 都是颠倒项 所以把这个众生颠倒 这边就做了一个强化 而且等一下呢 就是在接下来的段落里面 他会非常非常细的去讲 胎生是什么 卵生是什么 湿生是什么 化生是什么 等于是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的众生 几乎被我们认识透了 那你就没有一个地方是 你可能可以选择 有没有这种漏洞 那没有疏漏 全部都是可以归到这十二类 那这就是佛陀要论述的方式 让我们彻底断了想要轮回的这条路 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一个快乐的啊 就发现没有 所以不要想了 不要痴心妄想说 在轮回当中还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那这是这个就是要彻底的看清楚众神像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那我们一直在轮回 我们不是就一直看到轮回吗 的确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知道 原来轮回是可以不用的 所以我们一出生 就是因为轮回而来 然后我们看到的长辈 尤其是人类啊 学习就是学习自己亲近的这些人 还有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 你去上学啊 大家都在说什么 那每个人都在关心什么 你这有手机啊 你每天都在看什么 现在都在流行什么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世界的整个同业当中 业感当中 所以你随着这样子的供业而来生 来投胎 然后呢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又会一直不断的造 这个时期的业 自己是造业者 但是同时也被其他人的业返薰 所以我们等于是互相在 有一个形成一个共业 互相在业感 互相在拉扯 所以我们全部熏修的都是什么 你不管接受的教育也好 或者听到专家 或者是呢 父母 乃至于所有亲朋好友 所有的思想都是轮回思想 你是没有一个是告诉你不要轮回 除非有一个人来告诉你的时候 通常他就是有学佛 甚至于有的人有学佛 他还是有一种轮回的思想 师父 我儿子还没娶 这样 师父 我儿子还没生 然后呢 这个我呢 这个还没死 所以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还是活在 应该这个世界 应该要有人轮回 而且这个人 还是我们最爱的人 他一定要轮回 一定要让人家 有机会轮回到我们家来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自己 在那个轮回的思想当中 你很难去发现 原来还有另外一条路 而且你还会觉得 这件事情很好 因为大家都这样 如果没有为了这件事情而来 那我们何必来呢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状态 那问题是 还好 还好 有人会觉得不太对劲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怪怪的 难道大人说的都是对的吗 可是为什么他们还那么痛苦呢 所以呢 这个世间 总是要有人觉醒 这也就是因为 因此啊 我们自己会有这个因缘来听到 不轮回法 所以全世界的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宗教 都只没有在谈这件事情 只有佛教彻底的 以解脱为目标 彻底的把这个内容 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这里面呢 它会变成什么结果 如果轮回的话 那如果不轮回的话 它又会有什么结果 前因后果 讲得很清楚 而且中间如何操作 如何去建立 这一套修行的体系 讲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而且是可验证性的 因为有很多祖师大德 很多菩萨 他都在实践这件事 所以前人有做 他们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后生 就可以来学习 而且呢 很安全 就是大家都走过 所以没有危险 那这件事情呢 就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没有强迫 我们一定要这样 他只有提供 两条路让你看 因为修行啊 没有办法勉强 也没有办法代替 所以你只能听听听 然后学学学 最后呢 你自己要去做 做的你才会知道 是成功还是失败 用想的永远都只是设想 所以呢 在佛法里面啊 最开明的 也是最客观的 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强迫 大家要信仰他 他只有劝方 鼓励 那没有办法规定 他必须要你自己愿意 就是主动自一指 不要他一指 你要靠自己 你愿意 你就可以解脱 可以不用轮回哦 所以还好啊 轮回不是被强迫的 也不是被规定的 轮回是自己的选择 同样的成佛也是如此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只有在佛经 在佛法里面 才会讲得这么透彻 那如果你没有机会学佛 或者是没有听闻佛法 或者是呢 你虽然听闻 可是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那有很多人是这样啊 他从小就在 佛教的环境 所以他听来听去 他感觉他好像都听了 没感觉 都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 你如果没有把它听进去呢 纵使啊 你是活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 那也是没有用的 佛陀的弟子啊 他还是有很多是在轮回的 那我们自己啊 就要知道 其实啊 这是的确是 熏羞的问题 我们每天都看来看去 都是看到轮回的人生 你怎么有可能不去学习呢 怎么有可能不被影响呢 想想看啊 还真的是 很难跳脱出 这样子的宿命 而且甚至于连自己 想要解脱的想法都没有哦 因为呢 我的家庭真可爱啊 我的身边的人这么可爱 娑婆世界这么的可爱 我自己这么的可爱 我怎么舍得不要他们呢 哦 所以呢 这真的就是要很有善根 然后呢 自己也要记得 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重要议题 那这样子呢 你才会一直不断的去探究他 好 谢谢龙圣的提问 师傅好 我是永东 那我有一个小小心得 就是我们从开始学那年经到现在 从七次真心 早心 十番显真 分别真心跟忘心 那一切 也学会了一切都是前程虚妄 象想 那到第四卷的时候 因为傅罗纳提问 那如来回答 所以我们知道世界相续 众生相续 跟业果相续 那到了这一卷 这一卷非常难 这一卷在讲众生颠倒 跟世界颠倒 因为里面有一些文词 很难 很难以解释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呢 其实佛陀呢 我觉得佛陀是已经解开了宇宙间的密码 那这文字很难懂 那这文字很难懂 譬如说 是有所有 非因所因 无助所住等等 那到这个地方 终于分析了结果 然后了解说 原来这一切就像师父所讲的 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因为轮回的源头 是要使作用者 是无始的一念旺动 所以一念旺动 生出三细 无明夜相 然后跟能见相 跟所看到的镜像 那后面攀圆外层之后呢 生出了六粗 所以一切的源头 其实都来自于这个分别星 所以分析清楚了以后 黄星应该就要顿蝎 那蝎及补体 那我们应该是已经要从梦中 清醒过来了 可是呢 明天早上起来照镜子 当头上并没有出现光环 这个烦恼啊 或者是出现这个烦恼涌断 不受厚涌 就算是没有到达新解脱 那起码也应该有会解脱啊 因为都清楚了啊 但是结果呢 烦恼还是烦恼 那菩提还是菩提 那我所得到的结论是 这一切啊 是我想太多 因为呢 我也还在这个前程虚妄 相想里面 所以就想到前面有讲 因地发心要跟果欲绝呢 要能够相同 所以因地发心啊 可能还是从妄想心来开始 所以这个果地呢 就果朝趋雨 所以开悟啊 跟正悟这两个字啊 我想要请教师父 就是说 开悟 对我来讲呢 我觉得是 开始要悟 那正悟呢 应该跟开悟啊 是有所不同 这是我等一下要问的问题 那我个人呢 也认为说 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当时一念心的妄动 产生了分别心 所以分别心啊 才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我们从无始以来 这个分别心呢 已经慢慢变成我们 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气 所以要消除分别心啊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那如果要正上 正得无上福体 那我觉得要走入人群 佛陀为什么讲说 陈佛前一定要先行菩萨道 因为要走入人群 修六度万行 真正的行菩萨道 从这个有为法里面去体会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无为真谛 所以后面会讲到说 理则顿悟 事须见修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请师父开示 开悟跟正悟 是不是不同 感恩师父 谢谢 谢谢永东 他的一针见血 就是开悟啊 就是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至少知道 知道这个世界跟众生 我们一开始就讲 世界颠倒跟众生颠倒 必须要先认清楚 这个二颠倒音 颠倒不生 就是三魔地 现在问题是 你大概知道了 但是你睡一觉就忘记了 就又忘记了 那赶快拿起来再看一下 在当下我们可能有一秒钟的不颠倒 在那一秒钟当中你是三魔地 但是下一秒钟又开始打妄想 然后你就会变成第二秒钟 他就又回到众生颠倒 世界颠倒 如果在第三秒的时候 你要说不对 我不可以再颠倒 颠倒又不生 所以我们就是在反反复复 一下子有众生 一下子无众生 一下子在入室 一下子在出室当中 慢慢慢慢的去了解 原来众生 其实并没有真实的颠倒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以为有一个颠倒 才要想要去除颠倒 那众生是谁呢 其实我们每天 虽然是众生 各式各样众生 可是其实众生当中 其实他并没有违背他的佛性 众生当下可成佛 佛即是众生 众生即是佛 在这个当中 我们只是一个妄想去认知 自己是众生 还是自己是佛 那的确是想很多 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 其实毕竟无跟究竟有 它是不二的概念 并不是有是一回事 无又是一回事 我们要灭有归无 那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们要怎样认清楚 原来在这个众生当中 他不妨碍颠倒之相 但是我们却很难忍受 自己是属于颠倒的众生 那如果认清楚这件事 而且还可以持之以恒的 一直相信这件事 那你就要在一分一秒 乃至于在人群当中 在众生的群 这些所有的 台生暖身 私生化身的这个群当中 来认识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行菩萨道 就是其实我们要去认识 原来众生就是佛 当我们行菩萨道 可以行道呢 每一个众生都是佛的时候 你就是佛 所有的众生都是佛 就在净土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忍耐 这些众生好可怕 我不喜欢他们 我希望呢 自己不要变成众生 自己要变成佛 你在众生跟佛之间 产生的距离上的差距 或者是时间上的差距呢 那你就在这个颠倒的悬浮当中 往返 那这就是我们自己要自己找自己麻烦 那我们一直找自己麻烦 然后是自己创造的一个地域 然后又把自己关进去 然后就在里面呢 叫哭连天 又都没有人来救我 其实始作俑者是谁 就是自己 然后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又是谁 其实还是当下即逝 所以我开始明白这件事之后 练习让自己的每天都在当下当中 每天就在练习回归到本性本性 那慢慢的养成习惯 因为轮回也是一种习惯 那修行也是一种习惯 所以呢 这个习惯既然它叫做习惯 就是练习到习惯就对了 然后到最后呢 发现原来它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平常心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这时候就叫做无上菩提 那我们自己啊 总是把成佛这件事情 先想到三大阿僧奇节以后 那你自己把它设到那么远做什么 那你就不会想要现在当下马上了 那你就会觉得明天再说 下一集再说 你永远都不会有当下正道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呢 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感跟空间感把它拉掉 不要再去预设难或者是简单 你能做一分就是一分 能做十分就是十分 这样子呢 就一定啊 自己会有所证明 好 好 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不会困难 我们就认真的 努力的 发心的 来做 让我们一起共同证明 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回答 好